我胸多狠啊 遇到了槍斃的一天 才會叫你帶不帶走 那個御方那個報紙都會刮掉 因為他不讓那個死球看到之後 他心情就開始浮動了 那時候因為報紙沒有開放 我們的報紙一張 大概有幾八個洞 不能看了就被手要裡面剪掉了 所以一剪掉的時候 那死球最緊張 一旦報紙開了天窗 大家就知道又要執行了 但會是誰呢 但早期執行槍決時 並沒有施打麻藥 執行死刑並不像現今一樣 幾身槍響後 一切就能歸於平靜 歡迎收看台灣起訴 我是梅翔 蔡政府上任三年來 執行過一次的死刑 槍決了一名的死球 而到目前為止 還有41名 判決定驗等待執行槍決的死刑犯 其中22名他們就關押在台北看守所 而這些死球 他們都集中在中俄社 以及校俄社 他們和其他的受容人不同 他們不需要上工廠去做工 也不需要被抓公差 每天呢 只有半個鐘頭的放風時間 他們可以到運動場去活動活動 而其他的時間幾乎都是關在只有 1.368坪的空間裡頭 有人以為 死牢裡頭關的都是 最大惡極的凶神惡煞 這裡的球形應該是最難掌控的吧 但事實上 實際的狀況卻是恰恰相反 曾經被關在死樓裡頭 長達16年的徐志強 最後他獲得平反之後 接受我們的專訪 他告訴我們 在整座監獄裡頭 最不會打架鬧事 最安靜的地方 其實就是死球的設防 因為他說一個人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還有什麼好真的呢 這種日復一日等死的日子 是最痛苦的 也是最折磨的 徐志強說呢 在早年執行槍決的時間 大多都是在清晨的5點多 所以每天晚上睡覺之前 他就會把新的衣服 褲子襪子通通換上 然後躺在床上 這個晚上睡不著 等到隔天早上 如果沒有輪到自己被槍決 再把那一套新衣服換下來 死球的日子就是這樣子 一天等過一天 進入刑場之後 陰冷的風好 感覺上一面而來 所以很多人不敢進去 這是腿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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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叫我一個人進去 我基本上我也不太願意 今天外面那個 吹狗蕾 噢噢狗 那個一堆狗 都在那邊吹狗蕾 這覺得好奇怪 平常沒有的現象 為什麼那天要執行死刑的時候 突然間吹狗蕾這樣 出外面快點 好 好 吳冠寶在十幾名警員壓緊下 慢慢地走向行場 在外面多凶多狠啊 遇到了槍斃的一天 才知道你待不待久 要進台北看守所的第一步 所有的違禁品 包括隨身的手機 通通禁止入鎖 一進鎖內 等同於踏進了 與世隔絕的孤島之中 我們這裡只有一個 人進出就是 對 這裡是活人進出 執行員會從後面 走進門禁森嚴的介護中心 局目所及之處 除了監視器 就是冷冰冰的鐵柵欄 一層又一層的關卡 隔絕的不只是收容人的自由 更是將外頭的四季交疊 阻絕在鐵窗之外 在這裡社房的配置以中央台為中心 依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編排排列 而位在最前端的忠孝社房 關的就是極刑犯 主要都是20年以上的重刑 還有極刑的死刑的 最資深的都在忠孝二社裡 台北看守所內等待執行 槍決的死刑犯有22人 包括了1996年性侵殺害 女乘客的中山之狼徐偉展 2000年因為追求女性有人不成 有愛深恨砍殺對方 176刀的王洪偉 2013年潛入前女友家中 勒殺前女友及前女友母親的 黃林凱 這些死刑犯犯下的 都是天理難容的重大案件 關押時間從最短的兩三年 到最長的30多年 不若一般收容同學 可以下工廠學學一技之長 替未來找尋一絲生機 死刑社房裡沒有生機 我們跟著所方人員的腳步 來到了中校社房 隔著鐵門一眼望鏡 長長的回廊裡 除了管理人員的 偶爾走動巡視外 只剩下寂靜 曾經因為捲入綁架私票案 一度被判死 關押在台北看守所的冤案 當事人徐志強 就曾經在這裡待了 整整16年 你都不知道怎麼 自己怎麼過來 跟一般監獄不一樣 怎麼說 一般監獄是每天去工廠 是100多人在一起的地 我們只關在小九個 1.358 這1.368瓶 就是死囚人生最後的七所 在死囚社房裡 死刑犯被禁錮的不只是身體 最可怕的是 連僅存的求生意志 也會慢慢的磨耗殆盡 在接受法律 詢問審查 跟判決以後的話 時間是滿漫長的 情形上戰況當然比較多 剛開始心受情緒不穩 他可能會想不開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會有時候是年輕氣盛的 但經過30時間煎熬之後 他慢慢慢慢就會改變 那最後之後 他也知道他沒辦法去避開死案 那也曾坦然接受 說話都很客氣 我在裡面看到的是另外 人的另外一面 因為已經沒有未來 人會去 會去成胸鬥痕 就是為了要表現什麼 為了要爭取什麼 你去那已經沒有明天了 你不用去跟人家爭什麼名利 所以大家都希望平平靜靜的過 所以你在裡面會看到 不另外一面 3 2 3 4 5 6 4 4 就不會鬧事 就不會打架 就不會吵架 就會死定了 不吵 不鬧 有的只是等待 因為在這裡誰都沒有把握 還有機會見到明天的太陽 所方人員告訴我們 早期執行槍決的速度很快 通常判刑確定沒多久 就會執行 就怕死囚心理 因此有了起伏影響求情 早期看守所的報紙 還會開天窗 如果你三省定驗 接到判決 接到了三省定驗 最後的通知的時候 那差不多10天之內會搶避 包括以前你看法務部 批准死刑的時候 隔天的那個新聞 報紙都會開天窗 法務部說確定 可能說幾月幾號 或幾天之後 要執行死刑 有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那個御方那個報紙都會刮掉 因為他不讓那個死囚看到之後 他心情就開始浮動了 那時候因為報紙沒有開放 我們的報紙一張 大概有幾八個洞 不能看了 就被手要裡面剪掉了 所以一剪掉的時候 那死囚們最緊張 老是以為這一塊是燈台 明天要槍斃 後天要槍斃 就是老是以為自己 一旦報紙開了天窗 大家就知道又要執行了 但會是誰呢 大家心情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趕快把我執行掉 不執行掉每天都在這邊等 早期法務部長 李宥文任內 一年執行上百個死囚 所以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人被槍斃 所有的死囚幾乎晚上都不敢睡 你要說不知道是誰啊 會不會是他 所以你知道以前有那個死囚 連續就是他們死之前 他們都會在櫃子上面 準備一套新的衣服 那你如果說那天知道說 聽說那天要執行死刑 那他們那天晚上就喜歡找這 就會把新衣服換上 人要走最後一條路的時候 當然是希望說 穿得更更近近的 鞋子 襪子 衣服啊 有時候你會想 你又換一換啊 會把它穿好嗎 就穿好就對了 啊等啊等他 啊沒有就脫下來啊 就明天再來啊 直到天亮睜開眼 選者的一顆心才放了下來 就這樣每天日復一日無盡輪迴 尤其早期執行槍決的時間 大多在凌晨 索方人員在前一晚接獲 執行通知後 當天凌晨三點就會通知死囚 因此凌晨三點的開門聲 成了死囚的喪鐘 他鐵門一開 你只要聽到鐵門 他會從樓上樓下聲音 卡卡卡一直上來 一直開唱 你不知道要來帶什麼 所以你就會 不知道會不會是自己 他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全部的鐵門打開 一排那個管理員 全部一排 然後上去警戒嘛 一上去 那個聲音在寧靜當中 那個聲音很震撼力 開門真的如果是他就走 就出去跟著出去 那個夾撩拉著 對 隔板 隔 Bü mest 這響我只是聲音 講 mand 剛才聽到 隔壁 第三四點的時候 很拉著夾撩 allein 車د 結果那塊脚灶那地上拖 然後乖 腰吶 那有聲音 精密夜裡的腳喇聲 承棄在整個舍房 聽起來格外嚇人 这一夜没有人能够安眠 行场毕竟是一个生死相隔之地 自然会有许多民间的习俗的传说 而在行场的大门口 就供奉了这一尊地藏王菩萨 希望能够引领死丘 如果还有来生能够重新的好好做人 但是等到真正踏进行场之后 又有多少人能够坦然面对死亡 没有挣扎呢 每每听到夜里金属脚疗的碰撞声 就知道今天晚上又有人要步上行场 实际上他们这一段 要很勇敢地走出去是比较少 他们会畏惧 所以他们脚会软 而是由我们基督同仁参谱着他 从踏出设防的那一刻起 死丘心里都知道时间到了 所方人员会将死丘从中校设防 带往中央台验明证声 因为执行死刑要在监狱 我们这里是看守所 所以我们受容能带下来之后 会在这里移交给本监 也就是台北监狱 然后再由台北监狱 交接给高监署 因为执行死刑的时候 是由高监署来执行 所以本监他会把人再交给高监署 根据监狱刑刑法的规定 枪决必须要在监狱执行 但是位在土城的台北看守所 距离桃源龟山的台北监狱 20多公里 30多分钟的路程 其中风险没有人能够担得起 难保这条路上不会有人结球 而且那个很偏远 风险 对 很偏僻 方便起见就干脆就 反正很多死刑犯都关在台北看守所 就在台北看守所这边设立刑场 死球执行当天 从设防离开后就得步上生死路 在这里一墙之隔 就是生与死的交界 然后到这边 我在台北看守所这条路叫做生死路 是早期死刑犯在执行枪决时候的 必走之路 而在这些生死路的周遭 其实都有一些钢授 这些钢授早期都是有束手人员的 而且这些哨伤的人员都会佩戴武器步枪 只是在战哨的时候 通常都是枪跟弹药分离 唯独一个状况例外 就是在执行死刑的那一个晚上 必须要全部的子弹都上膛 因为就是怕有个万一 子弹 弹架要上膛 整个周围要警戒 就是要执行死刑 再加上早期执行枪决的频率很高 就怕在这最后一段路出了状况 可是为什么后来听说有长枪 就是因为那时候很怕劫球 法警 所方人员每一个人都是战战兢兢 而沿着生死路走到尽头 就是刑场了 就在刑场大门镇对面 有一尊地藏王菩萨 大多数的死囚在踏进刑场前 都会来这里向地藏王报告 极刑犯再生我们照顾他 往生我们也给他送他一尘 希望地藏王菩萨引领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留恋在这边 来世投身重新做人 有些死刑犯在伏法之前也会将自己平时供奉在社房里的小神像 一并带到地藏王菩萨这里 希望能够跟着菩萨继续修行 你要走那条路的话 我先跟地藏王菩萨请安一下 那你那么度我就是洗净我这些罪孽 深夜里的地藏王在这里挂着几个大红灯笼 死刑犯在这里前程祭拜后 接下来一个转身该进刑场了 我们跟着北索人员的脚步 终于踏进了台北监狱刑场 在这里许多人望之却步 而眼前的水泥建筑 后方连结的铁皮屋就是枪决的地方 尽管外头艳阳高照 但是阳光似乎很难照射到屋子里 里头漆黑一片 而接下来这一段路 将会是死囚最漫长的最后一里路 当死刑犯踏进刑场大门之后 接下来的这一段路 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了 一般在执行死刑的时候 在刑场正对面的大楼制高点 都会有媒体守候拍摄 为的就是要拍下死刑犯的最后身影 在镜头下的死刑犯 其实只有少数的人有办法从容赴死 大部分的死刑犯 其实都是双腿发软 必须要由监索人员搀扶下 才有办法走进刑场 不管在江湖上再凶再狠 当你踏进刑场的这一刻 在面对死亡的当下 你剩下的气魄还能有多少 那个到刑场里面不用人家参扶的没有几个 你就看到说为什么那个罚警跟他们走进去 就站在庭旁边那其实就是把他撑住嘛 那我看过叫小雄后就刘泛龙 他进去之前他自己走围墙旁边那家小路进刑场里面 因为对面很多记者在拍嘛 他还会跟某某记者讲说 各位辛苦啦 有没有吃饭啊 进去之前他说我对不起国家 中华民国安税 那个时候那个画面很经典 中文团队 台湾老门 可是有一个人叫小雄后 那个人叫做黄鸿玉 欧如 那时候他抢起药犯第一名 也是杀人不眨眼的 可是你知道他那天行刑的时候 他是被拖得出来 卡弄球弄掉 让他跑 让他跑 所以你外面混得多好 你多行啊 多敢打包票 一百个有九十五个 到了靶场 没有人不退完 在外面多凶多狠啊 你到了枪毙的一天啊 他就叫你带不带走 面对死亡有多少人能够坦然呢 不少死球在踏进刑场后 人是用尽心思 就是要多争取一点呼吸的时间 你进去的话你还要人别讯问啊 高清楚检察官还要问你资料啊 有的人就跟人就摊在那边回答 很多人就想要一直拖这样 这边有四个位置 前面是检察官 右边是别医长 旁边是所长 这边是书记官 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检察官做人别的艳名身份 还会了解他有没有最后的一些想说的话 尽量想尽办法 什么那时候 什么上厕所拉肚子的 还要拜拜的 念大悲咒的什么 所以很多就是他希望说 能够晚一点 能够拖延一分钟 多活在这世界上一分钟 四一分钟这样 以前又有一个女寿情人啊 他说哎 我要拜一下土地公 他身上戴在那个行李里面 还有那个照片 土地公的那个神像 摆在那个地方啊 那箱拿起来点 拜拜完之后 你心插下去 最后也要10分钟啊 那个箱插完就拜拜完之后 我那个观世音菩萨还没拜 后来等到最后说 不能等了 差不多啊 时间到了 要拖下去的时候 他又跟他讲说 他要上大号 一般问起来 大概都讲十分钟以上 很少就乖乖的说没有 不要我不会 而且还会讲说 我这个是燕王的啦 我怎么办啊 人生最后的这一个关卡 一分一秒都很珍贵 曾经犯下新光集团 少东吴东亮绑架案 以及台湾社会四大刑案的 主谋胡关堡 被枪决扶法之前 人想方设法 为的就是要多活几分钟 胡关堡那时候 被拖上刑场的时候 他是手软脚软 四个人这样把他扛进刑场 那人家讲说 你杀人不眨眼 你怎么叫小车买的这样 后来才发现说胡关堡 他们在整理他的牢房之后 棉被掀开的时候 里面都是血 为什么他在里面放血 他希望说能不能隔天 早上起来身体虚弱 怎样要枪决前 看他可不可以保外救医 就是拖延时间这样 胡关堡甚至在枪决前 还说新竹学童陆证的 绑架案是他干的 希望能够多拖延 另外还要以寻宝为名 设局杀人 夺走七条人命的徐东志 在枪决前为了狗活 也是拼出怪招 可是在台南监狱要行刑前的一刻 他最后的愿望是什么 让他拜一下 他就准备行李里面拿出 九个那种保利隆碗 每个碗里面还放的东西 他就跪在地上就在拜 那奇怪啊 玉芳跟所有人在现场 你不是台湊的人 你败咬的碗是 什么问题 九个碗代表什么 徐东志还有什么话没说出口吗 他要卖什么关子 那时候大家就很好奇 说你是不是有杀了九个人 你还有两个人是没有警方没有查到 徐东志就跟那个检察官讲说 啊你是要知道吗 可是那个检察官也很好 所以他讲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是不是你还有杀了两个人没有讲 不过哦 我想知道用其他方式来查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先把你枪毙掉再讲 包括徐东志 包括胡关保 他们在死前 他能够多留一分钟 四亿分钟 想尽各种办法就是要 看看这个人世间 我还是奉劝大家 不要等到那最后 你还在贪恋那最后的一分钟两分钟 其实这没有用 在检疫庭燕名震生之后 接下来死刑犯就会被带到这边的刑场 准备要执行枪决 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死刑犯必须要禁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餐 在这个刑场里的这个角落有三张桌椅 这里就是死刑犯吃最后一餐的地方 监索人员通常会帮他们准备便当 而便当的菜色不快物就是有饭有菜有肉 还会给他们一包香烟跟一小瓶的高粱酒 不过监索人员说 这最后一餐能吃得下的人其实不多 餐点其实没有刻意的安排 就是由我们总务客输入人员到外面去 去买一个便当 那基本上会有一些卤味 然后鸡翅或者是鸡腿或者是牛肉 豆干之类的小菜 然后会再准备一小瓶的高粱酒 一小瓶的矿泉水跟一包香烟 民间习俗死了也不要当个饿死鬼 尽管也有人把这最后一餐吃得干干净净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用喝酒抽烟 来麻痹自己面对死亡的恐惧 可是酒一定要准备 他希望说你喝个酒 上路会比较没有直觉 像刘焕荣是高粱放在啤酒里面当身给他喝 喝了两杯之后他抽了一根烟 就是执行死心 冷面杀手刘焕荣最后一餐 以酒烟待饭后从容赴死 至于白岸三弦中的沉浸心 服法前的最后一餐他也吃不下 陈欣欣看到那些饭菜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吃 可是你会发现他从头到尾没有推卵 而且他那时候应对还蛮正常 所以他在行刑之前他还跟那个玉警说 诶 给我们来吃的 也没什么那种感觉 而且他抽完两根烟之后 他还主动跟那些玉警说 因为那个玉警是拿整包给他的 他说看你要吃到当时了 那他抽完两根之后他就跟他们讲说 后来 来啊 让他跑 大概一般他咬一根烟之后 如果他心情还是不能平复 他如果再咬烟 我们基本上会再咬一根烟 那时间会拖一根烟 就几分钟而已 大家都在等这一刻 这一刻不止死刑犯在等 被害人家属也在等 死球酒足饭饱后该上路了 那时候有法医在现场 就帮他打麻药 一般食物上注射麻醉 他就已经倒了 还没有死亡 但是已经昏迷了 就把他拔去 堆着高低的撒球 然后上面铺了一个草球 我们就把他抽拌掉 不才好跑 主要执行的位置 应该就是中间的 这边 这边 不会那么远 就在这里 对 对 对 就是分动最厉害的 法医会画他心脏位置 然后针对那个地方来执行枪截 这个用意是希望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子弹如果贯穿 不会因为打到水泥地而反弹 这是记忆安全的考虑 那死球之后就趴在身上 那法医会听心脏的位置 就画一个红色 用红笔画一个圈圈在那边 红色的圈圈是死球生命的源头 更是了结死球一生的关键 红圈画上后 伴随着枪声 正式终结了死球的一生 也要让社会各界知道 有正面的教育意义 拍楼不能走 这是一条不归路 在早年执行死刑 没有装灭音器的 也没有施打麻药 不过后来基于人道的考量 会尊重死刑犯的决定 那么除了人料考量之外 施打麻药 也能够避免死球因为挣扎 而让子弹给打偏了 我也曾经发生过 明明已经打中了心脏的位置 但是却没有断气 后来又补打了好几枪 甚至还有一个死球 他同意器官捐赠 但是没有想到 人已经送到了医院了 他人又活过来了 这下子该怎么办呢 深夜里的枪响划破夜空 台北看守所的夜里 每逢执行枪决的夜晚 气氛格外诡谀 所以你会感觉那种气氛 就让人家不寒而栗 而且你如果走到那边 你会想到说这个地方 专门在执行死球的地方 那当然气氛不大好 数百名死球 在刑场画下人生据点 但早期执行枪决时 并没有施打麻药 执行死刑并不像现今一样 几身枪响后一切就能归于平静 等到力庭完毕的时候 他单身也知道 他必须要执行 他只是不知道 是哪一刻哪一分钟被打 所以当他吃完饭 要外行餐走的时候 他以为会要站到跪道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打了 猝不及防 苗竹子死球直接就开枪 但并不是每一枪 都能打得这么准 那时候因为没有注射麻药 如果枪打到人 人没有死完的话 人会很痛快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哀叫 我大概是紧张 我去那儿去打 他就一直挣扎 1974年12月 一名女死球执行枪决时 罚警长从她的背后开枪 却没有一枪毙命 接下来的画面 让所有当时参与枪决的人 都永生难忘 那个女生进来大叫 马上在地上就开始爬 以前那个杀队伤还有一些草皮 抓着那个草皮 劈头散把 那个时候罚警进来追上去 在开第二枪的时候 因为他在动 当然是没打到 抢过那个枪过来 就赶快对着他 叹叹叹叹 才把那个女死球执行死刑 这样 所以以前早期不打麻药 问题也很大 就怕这样的执行方式不够人道 近年来执行枪决时 都会先替死刑犯师打麻醉药剂 让死球先昏睡后 最后这一段路 才不会走得这么艰辛 但是也有例外 并不是每一个死球 在打完麻醉之后 都能够顺利完成枪决 吴兴华强盗集团 从1982年起 陆续在新竹地区 犯下许多随机杀人案 包括了湖口双哨兵命案 还有许多闯空门 强盗杀人跟车行灭门血案 短短几年间 至少14人被害 杀人如麻的吴兴华 被判处了10个死刑 创下司法史上的记录 1988年吴兴华踏上刑场 你知道吴兴华那个时候 他是自己要求不打麻药 因为他说他已经皈依佛教 他已经知道什么 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出体 但是我们向台北看守所查证 所方的回复 那一年吴兴华执行枪决时 的确有施打麻醉药剂 但是无论有施打 罚警第一枪打下去 就发现状况不对 执行当中除了打麻药以外 一个年轻罚警先开第一枪 那这位收容人 一枪开下去之后 当场有哀嚎惨叫声 年轻罚警这个时候 有点被吓到 所以他又开不下去第二枪 后面那一位老罚警 资争罚警 有上前给他扑一枪 一般受刑人约莫两枪就辅法了 但是罚警连打了三枪 吴兴华不仅没死 还不断哀嚎 那个时候旁边的法医才赶快跑过去 拿听筒一听 他没有心跳 这个人怎么还一直在动这样 后来那个听筒往旁边移移 才发现说 吴兴华心脏偏右 所以你打左边真的打不死 所以那个时候赶快把警拿起来之后 对着那个新的位置 双双两枪之后 吴兴华才过去 就因为心脏的位置与一般人不同 吴兴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断了气 你可以查那个文件 天佑的 但是有些死刑犯为了赎罪 除了诚心忏悔外 更希望在死后能够捐赠器官 毕竟他们在世时作恶多端 希望能够借此消除业障 也为社会有意思贡献 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医学界 那时候一直在呼吁捐赠器官 医学团体就把脑筋动到死球身上 因为那时候死球不少 所以那时候法务部 他也接受了 就在监狱里面就推广说 死球你要捐赠器官 为你这一生的罪孽 做最后的一些补偿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死球 在执行相绝之前 他也同意啊 区关捐赠 1991年3月 因为强盗杀人案被判死刑的黄家庆 伏法之前留下了遗书 希望弃捐回馈社会 死球如果要捐赠器官的话 他不能直接打心脏 所以他打脑干 打这个从脖子右后方这边打进去 把这个脑干浑水让你脑死 枪解死球的时候 事先一定要先看死球那个人的瞳孔 看他瞳孔到底在活着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因为有的瞳孔是有阶线的 他死了跟他活着的时候 有扩大迹象 你就说他死了嘛 然后死了嘛 不然你灯过一张他一定也收起来 他不然没有收而且还扩大 也知道死了嘛 所以不会难判断 有经验的老法医都知道 要利用瞳孔来判断死球是否已经死亡 比较不会失准 你不要以为去摸那个墨脖 去做什么特殊的压颈部有什么感觉 那个都不对的 温度不可能 因为他干死温度是一样的 却没想到这一次的枪诀一枪打进去 这个黄家庆那时候也是打了脑干之后 就把他送到龙总 因为他要绝诊器官 就那个受伸指示在龙总 送到龙总之后 那个外扣部的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他在救护车上面 他的生命迹象就恢复了 就慢慢的一直在争强 送到医院 然后那医生一看 这个已经不是脑死 而且那个脑死不是都 指数是3吗 他那个时候已经恢复到4 5这样 而且那个状况有渐渐好起来的感觉 医生当然基于医学伦理 你这个人没有脑死 我当然不能够强摘你的器官 一度被判死的黄家庆到医院之后 甚至还恢复了自主呼吸 他还活着 这样的状况之下 手术怎么还能够继续进行 以前常常传说说 怎么开三枪没死 就没有死型 没有这回事 最高纪录曾经有开过7、8枪 你不死才拼命开 开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黄家庆怎么办 医生不敢摘除他的器官 就叫北索再把他载回去 那北索真的又派车来 又把他载回去北索再补一枪 在补了一枪之后 不敢再走 就在那边等观察 法医也在现场说 却你脑死 难道他没有恢复的迹象 这一直来来回回折腾 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器官根本就不能用了 同一个死球 两次枪决 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纵使索方再将已经确定死亡的 黄家庆送回医院 但是为时已晚 黄家庆想要遗爱人间的心愿 也难以达成 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死球弃捐引起了不小争议 器官捐赠时间分秒必争 只差一分钟就可能让器官受损 移植失败 但是送到医院的死球 若是又恢复生命迹象 身为医生 器官该不该取 人该不该救 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医生救人的天职 而荣总自从黄家庆的弃捐案之后 就不再接手任何死球弃捐 法务部这几年就没有再继续推广 说要见证器官 因为这中间的争议真的很大 你如果像这个黄家庆 他当时开了枪之后 在北索认为他已经脑死 可是送到荣总的时候 他的生命知觉 他的生命力很强盛 很旺盛 他还不想死 因为你这等于活人活灾器官 这是非常大的争议 在台湾执行死刑的枪手 都是由二省的法警所担任 一次的执行费据说是三千块 很多到二省的法警 根本都不愿意为了这三千块钱 去当一个筷子手 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据说有法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触犯了禁忌 结果竟然就发生了一连串 不可思议的怪事情 那进入刑场之后 阴冷的风好 感觉上一面而来 所以很多人不敢进去了 曾经担任台北看守所及 北监点狱长的方子杰 经手枪决的死球就有二十多人 看别了身临死别 但采访这一天 当我们向他问及刑场的事实 一向不太信邪的他 却也说出了这一番话 如果叫我一个人进去 我基本上我也不太愿意 你说什么味道 我也谈不上 所以才能到兵饮馆 听时间的味道 应该差不多吧 因您等等 死亡的气息 弥漫在整个刑场 台北看守所内 从设立台北监狱刑场后 截至2019年5月为止 有331名死刑犯在此枪决伏法 民间传说刑场怨气重 阴气重 因此不少北所人员 若不是有任务在身 也不太愿意踏入一步 他们不敢进去 不敢进去 他都会发抖了 你可以访问一下台北所 你把刑场看一看就知道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味道 曾经有一名北所的女性主管 每逢执行枪决前 总是夜不成眉 若是遇上了清明节祭拜 他总是请假 追问之下才发现 原来他体质敏感 很容易看见那些 别人看不见的 我在台北所 某一位女性主管 她如果在执行前一天 我所谓主管 所以属于客室主管 他们需要轮职的 那这天晚上 她就没办法睡觉 像我们看守所的话 每一天清明节的时候 是我们要拜一些地基工的 那我们拜的话 看守所的 苏中同学苏中同学拜 那职员部分是职员 会买些东西在大门拜 那所长基本上 代表机关说 我一般我都会代表他们一起去 那我们去的话 大概都有二三四个人吧 可是那个女性主管 她不敢拜 她说所长 你们看是二三十个 我看的是四五十个 你们后面还有很多人 在一起拜 也因此 林一的传闻开始 甚嚣成上 不过我在台北看守所 当所长的时候 那时候还年轻 那男性话我也不太信邪 所以执行枪决之后 我会去看 那个枪层背后打下去之后 那后面会有一个洞 洞会就浮肿出来 然后血从里流出来 我们看守所 都有宗教师在 宗教师跟我讲说 宗教师你最好不要看 他说人是有七魂六魄 其实人进行死完之后 有的魂魄会飞出来 看到你之后 他会记得他最后死完了几个人 如果有很多这个冤气的话 那万一找到你 对你并不好 我们当时想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有 还有一个重点 最好不要打得大小时 他死得会很不爽 让他很平静 他打完就死了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把他头拿起来 把他拉起来 你看看这种 闭起来是他 你便知道死了 你如果闭起来他都没 你便知道 可能还没死了 这个大火 没出来 我的感觉是说你不要靠近 因为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那灵魂出窍 这个口线没出 我便说 那会不会死了 他就注意看 无数的死球命丧刑场 刑场成了生与死的交汇点 民间信仰亡灵也都会在这里 徘徊游荡 也因此包括了许多法警 法医还有索方人员 开始有了一些刑场的禁忌 让他们可以在执行时 可以趋及避凶 也许不少人会说 一切都是心理作用 但是资深的索方人员 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铁齿 在刑场里面的禁忌非常多 他们今天准备 请了罚警说三到五名 会有后面好几个 指定一个人开枪 我不知道是谁开枪 对 就是让被执行者 不知道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谁罚警 我们称讲说 他们叫做筷子手 他这个的话 他很怕被人家看到 看到这个人的话 他记住你的名字 一般负责执行枪局的罚警 并没有固定 而是依照当日排班轮值 轮到谁 谁就是这一场的筷子手 不被死球知晓是谁开的枪 也是担心日后亡魂索命 因此执行枪局时 在刑场的所有人 只能够以拍肩示意 绝对不能够喊彼此的姓名 这是真正的 你忙均匀 这你去说高大城的 他真的会来捶完 我是没有碰到 我们有碰到 里面有那个死刑案枪局的时候 不小心就 陈某某 还有我害了 那天就来捶 那两个星期都没睡觉 到这儿没头儿开始受惊 撑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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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明聪才扶法 但是就在他扶法后 怪事发生了 那时候执行死球的时候 他开完枪之后 他们就叫另外一个发生 某某某某 你会来捶三天 把他淹开了 死球扶法后 法警会帮忙先做初步的整理 但是这一翻过来 眼前的景象 吓坏了所有人 他一翻过来之后 那个死球眼睛瞪得大大 他们吓一跳 以为他还没死 后来一开始说 原来洪明聪已经断气了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被他蹬到的 那个叫了名字 对到他眼神的那个 那个发警 当场就不舒服 人家就讲过 那是重穴的征兆 你全身就忽冷忽热忽冷忽热 除了说你不能跟 叫名字 不能被死球看到你的样子之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 血 为什么要离两公尺左右 开枪 对着瞄准开枪的 因为你太靠近的时候 你毕竟打的是心脏 你心脏打下去之后 血会喷出来 因为血是等我们人的一个灵魂 能让我们活着最主要的一个基本 冬地也是这样 血容易水 我说这个火是他要跳在你的心脏的时候 是不是灵也会走在你的心脏 你就很麻烦 你如果死的人你就会怕 只要摸到这个死球的血道 他们马上一件事情就冲到外面 他们就让一个洗手来水开 打开就趕快冲 还会一面冲一面念说 洗手不干洗手不干 怕真的那个晦气 传闻一旦触碰这些禁忌 都会招来厄运 无论是不是心理作用 大部分的人都是宁可信其有 此外 他是在感谢替他解开的这位杂役 还了这一生的债 然后希望他往生之后 来世再投胎重新做 那现在因为符合两工业的精神 已经不适用这些技 这些红包就像是粥背景 有些习俗说粥背景不能乱花 要留下来当钱目 但是死球的粥背景不一样 得当天花掉 可是这个钱也不能够带回家 死球的粥背景得赶快花掉 但是死球穿戴过的那一幅脚疗 却让许多死刑犯抢破头 一个脚疗不可能扣两个死刑犯 所以你只要拿到那个脚疗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判死刑 一个脚疗扣两个死刑犯的机会是零 他们有算过 为什么 那我要注细 死刑犯比较贵的 早期那个脚疗拿去监狱或看守所里面的话 就开始竞标 真有这么零吗 据传真的有死刑犯飙下脚疗后 非常上述成功逃过一死 但是除了脚疗之外 执行枪掘后掉落的弹壳也很抢手 它那个弹壳也是同样的道理 弹壳你们只要执行完死刑之后 他们会去杀队去捡那些弹壳 很多疫情就把他抢得起 也是一样去讲尽办法要去把它卖掉 这些子弹也杀过一个执行犯 所以这个已经死过了 他就替身了 他就挡运 挡灾了 一般执行枪掘时有辟邪三宝 除了脚疗蛋壳可以震煞党二万 另外一宝就是法务部长用来批准死刑的那一只毛病 其实那个批准死刑的话 今天如果三个人要执行的话 他们法务部会准备三只新的毛病 就批一个人就用一只 批了之后通常一般人是很难拿到 因为是法务部长批的 掌管人世间的生死大事 通常法务部长批了之后 他就把这只笔当作礼物送了 之前法务部长曾永复的时候 他在批准死刑的时候 送了一只笔给我们现在的内政部长徐国勇 后来你看他现在当了内政部长 礼物升官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我不知道 可是他确实是拿到曾永复送了一只 就批准死刑的那个毛病 禁忌习俗追根究底 为的就是要让往生的死刑 在临死前能够给予最后一丝尊严 并且让世人有所警惕 相信只要心存善念 心中有正气 一切的鬼怪之说也就无足为惧 台北看守所供奉的第三王菩萨 剧传非常灵验 很多在北所工作的人都会去拜拜 祈求和家平安 但据说有一年中元节 因为刚刚接任的所长 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结果让北所在那一年之内 发生了很多离奇的怪事 外台北监狱刑场正对面的这一顿 地藏王菩萨 可以说是台北看守所的证所之宝 所有死刑犯在执行枪决之前 一定要到这边来跟地藏王菩萨拜拜 希望菩萨能够引领他们 再来世重新好好做人 现在从1975年以来 总共有331名死刑犯 在这边枪决福房 而地藏王菩萨就在这里 默默看着这一切 毕竟善恶到头终有报 那以前就是所长方子 他请了一个西藏的秘宗的高僧 就弄了一个秘宗造型的 那个地藏王菩萨在这边 因为以前早期真的是 执行执行蛮频繁 地藏王菩萨是不是也 自然成为一种心中的信仰 所以那阵地藏王菩萨在北所里面 是蛮多人蛮信的 败故的乡 北所这个地藏王菩萨 后来就是因为听说很灵验 很多里面在北所工作的人 常常包括家里面的小孩要考试 家里什么身体不健康 都去求地藏王菩萨 现在反而死求很少人去求 因为现在执行死刑的不多 据传地藏王菩萨如素 祭拜的贡品大多是鲜花素果 但是有一年中元节 因为继任的所长不清楚 用了昏食祭拜 让北所闹得很不安宁 生日你也知道是昏的 地藏王菩萨 看到你拿这生日来 把他就坐不掉了 所以那一年北所就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括什么有鬼魂又回来 包括里面有什么不平静 最有名的就是卓长仁 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进过监狱的 如果有进监狱的 他就会深刻地体会到 住监狱是什么师父 反共议事卓长仁因为掳人勒索 杀害了前国泰医院副院长王玉民之子王俊杰 遭判处死刑 2001年扶法 却没想到枪决当晚 同设访里的人就看见卓长仁回来了 卓长仁被枪毙完之后 大家都在排队嘛 那个设计房位置很少 你执行完之后东西清清的就变身在里面了 那个错号叫阿智 他一进那个房门的时候 分配到说你就睡卓长仁的那些无恙 他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开始上吐下去 到人那天晚上更夸张是 同那个设计房里面的人 竟然半夜三星听到有声音 在起来走动 每个人就睁开来看 那个奇怪是谁 那个爆料不睡觉 后来竟然看到卓长仁回来了 卓长仁回来 还在拿他上面的柜子的东西 他看到卓长仁就对了 再来北上 又在乔业 他在乔业 他在乔业 一样都不顶着 他说你乔业就乔业了 他又在乔业 四五个都会听到 卓长仁回来好几天 我现在讲你看 结果结果就拿起来 还去看他一个管理员 那个管理员是香港人 所以隔天天一亮 所有的里面同牢房拼命找那个管理员 就跟管理员反应说 他走长仁回来 是怎么 而且很多人还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所以后来他们就重新办了一次法会 帮这个超度把它弄了弄做 才没有在后续发生 你没有照理 没有照规矩来供奉他 祭祀他的话 那当然里面会出很多事情 不仅如此 还有一说 刑场里最里面的墙壁上 悬挂的地藏王菩萨画像 也曾经出现无法解释的现象 早期刑场进去之后 最里面那个围墙上面是贴着一个地藏王菩萨的画像 那个画像之前就有人很奇怪 他去打扫刑场的时候 竟然有人说 在七月看到地藏王菩萨 从某个角度照片来看 看到他七孔流血 有人看见七孔流血的画像 也有人看到画像里的菩萨脸变成了骷髅头 尽管有可能是因为光影角度的影响 但是巧合的是 每次出现这样的异象 那一年的刑场也会忙到不行 只要农历七月看到那个刑场 里面地藏王菩萨那个样子 好像是七孔流血了 那一年就真的会执行反对死刑 高纯监狱有一次执行死刑 结果连续换了好几把枪 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激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教委是杨国南 他是属佛教 他辅导这个死球 还送了一个佛珠给他 他说你要相信地藏王菩萨 他一定会渡大家离开幽明界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送佛珠给他 就是希望说你可以常常念 地藏王菩萨灭定罪真业 这个死球院虔诚 就在监狱里面就每天念每天念 念了好多年 也许诚心忏悔是想为自己犯下的错事赎罪 证明死球日夜送金 就在执行枪决那一天怪事发生了 监狱方面就准备了好几把行刑的枪 可是那个枪每次拿起来 对这个死球要开枪的时候就卡弹 卡弹在对空鸣枪的时候 砰又开了 换了两三把枪 开了将近十枪 对空鸣枪都全部都可以激发 唯独对着这个死球要执行的时候就卡弹 太诡异了 这枪支就是不激发 会是机械故障吗 但怎么可能换了好几把枪 每一把枪都出问题呢 但是在台北一所 我们看我这二十八个人同学看起来 曾经有一两次没有激发的 那这种是班机没有激发 其实又是子弹撕掉还是没有 我们搞不清楚 这种情况几乎没有碰到过 前所未闻的状况 让所有人全都慌了 那个典语长叫吴贤长 他就打电话给这个杨国南 国校的那个师傅 就问他说 怎么出现这种事情 杨国南就跟他讲 原来是那一名师兄 就是他辅导的那名师兄 他说没关系 你就去跟地藏王菩萨拜拜 就跟他讲说 这个人在仰视间的罪业已定 现在他要执行 如果有任何东西 希望地藏王菩萨能够帮他 带他走 让他继续修行 果然拜完之后 那个法庭再去开枪的时候 竟然就顺利执行实行 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感谢你出关今天台湾启示录 我是雯北翔 我们才会了 再次请问你